好 欣怡 对 我自己就是真的 因为小朋友 我们家三个 大的跟小的差八岁 所以其实那个年龄分布很广 哥哥快要毕业 妹妹还没上小学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 过年前是我们家最忙的时候 为什么呢 妈妈一定要顾小的 顾老的 然后还要顾年菜 顾打扫 所以基本上是就是 所有事情全都包 然后你都要分配好 还不能卡到 然后像小朋友 他这个礼拜上课完 他们就会放假了 对 放假的时候 然后要干嘛呢 总部我们每天在家打电动 或看电视吧 安排工作给他们呢 对 我们会安排工作 但是爸爸也帮他 报名了一些课 然后我们也希望他 能够多运动 因为就运动时间多了 他看3C产品时间就少了 然后稳定度也会比较高 而且尤其是男孩子 寒假的时候都在干嘛 我们都在帮忙小朋友 安排所有的才艺 三个小孩不同的程度 因为我们家底级足实验学校 然后哥哥是正常的 一般的公立国校 妹妹又是幼儿园 所以他们放假时间都不一样 开学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妈妈的脑容量真的会不够用 然后你会想说到底有多复杂 因为我真的常常就是 接送时间不一样 上语时间不一样 结果我就把一个孩子忘在 幼儿园忘了结了 然后我教她的时候 她就哭着说 妈妈你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没有没有 妈妈今天真是所有同学都回去了 对 就她一个 她就很紧张 所以她后来只要是 例如说6点30分 她6点31分就会打给我说 妈妈你在哪里 不要忘记接我 所以你就要帮他们安排好 但是又不能忘记 然后你就会发现 像三个人喜欢的兴趣不一样 那哥哥呢 寒假的时候就帮她安排了 极箭跟篮球 还有一个像是那种领袖课程 让她去认识自己 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 很需要增加自信心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课程 一个寒假 其实这次都写保守估计 还没有加上那个领袖课程 就已经3万了 然后你还要补英文 然后呢 弟弟 小二 你现在想说应该也还好吧 弟弟就喜欢极箭 空手道跟雨球 所以三个加起来呢 你就要帮她安排 例如说一个礼拜 所以你以为就是妈妈很闲 没有 很多爸爸都以为妈妈很闲 在家里好像没事做 没有 因为我们在放假之前的一个半月 就要先把课程资讯都先找好 还要抢报名 还要挣到这么多的钱 可以帮忙报名 你说这一些课要去抢 要啊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限量的 对 然后妹妹 你以为妹妹幼儿园 应该很OK吧 没有 妹妹现在大了 她会告诉我 说妈妈 我同学都有在跳芭蕾 我想要 所以她就也报名了一个芭蕾 为什么 因为女儿说我喜欢 然后爸爸就说 那就把她报啊 妈妈就要想办法去 因为芭蕾有蓬蓬去 对 就要想 而且她自己 这张是她自己换好 她说好了 妈妈 妳可以拍照了 因为我帮忙拍照你知道吗 那她很喜欢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能不让她去上 好 最后 医师还没有要叮咛我们大家 在过年期间大鱼大肉 还有大肚 大肚 大肚 还有美妇大肚 大肚 有啊 有一个关于应酬的 因为最近现在今年冬天 大家听到很多人都会感冒生病 因为现在真的有大概十种病毒 在外面流行 所以你看各家诊所外面都大牌 对对对 生意都很好 对 因为主要是因为大家这半年 大家口罩都没有戴 尤其是小朋友 因为现在不用戴口罩 他们每个礼拜都从学校 传一些新的花来给大安大 再去工作传给其他的同事 对哦 所以其实还是呼吁大家一下 如果是在人多的地方 去大众场合 对 还是要戴一下口罩这样子 对啊 好 了解了 好 今天所有产品的详细资料 你可以追踪女人我最大APP 就知道了 谢谢老师 谢谢艺师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 全球时尚一手转握 女人我最大APP 你的随身美丽密书 从化妆秘籍到穿搭技巧 让达人带你蛻变 过年打开APP 掌握开议穿搭 招桃化妆容 还有最新的短影音 一滑就上影 洋洋 欣喜行李 专为你设计 欢迎下载开启您的时尚生活芯片章